監控人員才剛發現 義務從天而降 沒想到幾秒後 就有第二次坍塌 這次大逼的水泥土石崩落 換另外一個角度 崩落的土石撞毀了防務網 及鷹架 還拉倒整排圍籬 住在對面的阿嬤差點被砸中 嚇得打電話 請兒子回家查看 會這麼緊張 就在於同一棟建築物 發生坍塌 短短八個月 已經是第三次 原來意外現場 27號中午11點多 就發生在高雄市區 拆除中的今日戲院 一再發生意外 讓住戶氣氛難耐 但拆除業者 似乎也無可奈何 原來今日戲院 在今年1月出現首次水泥牆面坍塌 當時波及到對面八戶民宅 以及各一輛七機車 6月份第二次坍塌 波及到三戶民宅 到了這一次 仍有一戶民宅 一部電動機車及腳踏車毀損 也讓全責單位公務局說得重話 原來這次公務局除了比照上一次 對業者勒令停工及開罰9萬元 還要依營建法進行懲戒 另外警方也依公共危險罪 將施工單位寒送 但除了懲罰手段 由於五十幾年的戲院 結構實在太過老舊脆弱 導致三個月的拆除工期 變得遙遙無期 因此市府也考慮 要協調當地住戶暫時撤離 讓業者能夠加快 參與進度 TVBS新聞南部 綜合報導